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小熊哥 这里是小熊美食频道 今天晚上我们来吃小龙虾 这样非常入味完美的小龙虾就出锅了 很多朋友在煮小龙虾的时候都是会用水煮啊 假设你用水煮啊就大错特错了 今晚上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是用什么来煮的啊 这个是处理好的小龙虾啊 买的时候老板已经帮我们去掉了这个虾线了 我们自己刷洗一下 然后把这个小龙虾的头去掉就可以了 如果你比较懒的话就是刷洗一下去一下虾线 这个头也可以不去了 因为去头之后这个虾黄啊容易给弄掉了 我是不太建议这样弄的 而且还费时间 那我们就开始煮了 煮这个小龙虾我们用到一点葱姜蒜必备的香料 还有一点这个香叶八角桂皮还有干辣椒啊 经常用到一点卤料啊 然后这个是我用的是烹纸麻辣鱼料 大家可以用火锅底料代替啊 煮这个小龙虾其实很简单啊 炒一下料然后煮一下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非常好吃啊 起油刷锅 多来点油啊 冷锅冷油啊直接放入所有的这个料去爆把它爆香啊 爆出香味之后我们放入这个半包的麻辣鱼料啊 小火爆出香味啊 我们放入这个处理好的小龙虾 然后呢加入一罐啤酒啊 加盐 生抽 蚝油 一点老抽调色啊 盖上锅盖啊小火焖的 在焖的过程中我们来做一下卫生啊 开盖看一下 放少许鸡精调味 螺絲菜葱花 黄瓜 要盖上锅盖 放少许鸡精调味